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2020城市青年论坛从11月下旬就展开了 分别是在大汉技术学院、东华大学等学校陆续的举办 而12、13号两天周末 则是在花莲的新天堂乐园盛大的举办开幕的仪式 也串联了花莲多所、大专、高中职的学生 前来共襄盛举,邀请专家进行了专题讲座、工作坊等活动内容 期盼让青年学子在后疫情时代能够做好准备 面对新的挑战 11月下旬展开的花莲2020城市青年论坛 主场12日在花莲新天堂乐园盛大开幕 串联花莲多所大专、高中职学生共襄盛举 先前已分别在大汉技术学院、东华大学、花莲女中等校陆续举行 期盼透过五新领域 新创意、新媒体、新创业、新科技、新教育 帮助台湾花莲年轻人在后疫情时代脱颖而出 未来还有两场论坛 今天这场论坛有相当相当多的讲师及业师 跟大家分享以及启迪很多人生的方向 两天请大家准备好自己像海绵一样 赶快把他接受进来 12日的青年论坛特别举行珍赏与你喝咖啡馆 邀请花莲新长徐振卫 与大专高中职学生年轻代表互动对话 可惜可能还在旧学念书关系 提出的问题相对中规中矩 感觉与社会时事或在地脉络的连结不够紧密 所以为期两天的青年论坛 提供趋势专题讲座以及专业讲师 还有工作方等活动 期盼让更多花莲青年学子增加对社会时事的参与程度 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后疫情时代才能创造无限可能 接着长方言吉安相报导